一句话来形容自己 自己 随意吧 就是你的作品 然后后遗形时代 什么样的反响 变一个像 把我抢一样 就主要是厉害的数据 比如说 朱内亮定居南京的日本导演 2020年 他的《武汉好久不见》 《南京抗议现场》等纪录片 真实记录中国的抗议过程及成果 最近的后疫情时代 则让他在网络上更加出圈 我们对朱内亮导演 不带偏见的真实的记录中国 正好他讲到我的时候 我当时在开会 好多我的朋友发给我微信 恭喜恭喜 恭喜亮书 恭喜恭喜 恭喜什么 点进去看了 哇 这个好厉害 只有30个人的团队而已 被外交部点赞了 当初片之后也有媒体来联系 我们要采访 被点赞之后 一下子就会变成一天四家 你看我从7号开始 我就特意拉了一个新的便利贴 7号天就来了五家 朱内亮和中国妻子赵平 在南京经营着一家影视公司 爆红后 朱内亮除了享受外界对他的肯定 也承受着舆论压力 部分日本网友 甚至中国网友同时质疑他 拍摄纪录片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对日本网友 你说的剧疑是 这个朱内亮这个人肯定收中国政府的钱啊 或者中国政府的间谍啊 但是这些人没看我的视频 看标题就写评论 有很多人误会 你通过这个片子出名了 赚了多少钱 给大家免费看了 我们怎么赚钱 就是在中国他们说自来权的人很聪明 但我是另类吧 我没有那么聪明 很笨的人才能够做这样的奇怪的事情 就赚不了钱啊 然后一起在拍纪录片啊 我们目击的企业是逆袭爆发的企业 我的印象蛮深刻的是 每一个人的转变的能力和速度吧 我们拍的那个贸易公司是很代表性的 他们国际贸易什么都做不了了 所以立刻转变 然后开始拍短视频 就是日本人特别保守 所以遇到危险危机的时候 然后一起停在原来的位置 日本人的话真的肯定做不了 原来是贸易公司的人拍短视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2011年的时候 在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 拍过长江的纪录片 6300公里我都拍下来 好多人跟我说 你是日本人吗 那个商口百会现在怎么样 然后高仓建设现在怎么样 什么日本鬼子来了 当时我受打击了 已经2011年了 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现在的日本 当时决定 以后想把日本的文化 介绍给中国人 我想做这样的节目 后来发现 日本人也不了解 现在的中国 所以开始把中国的文化 介绍给日本人 因为工资也很稳定 房子也有 孩子也有 辞职啊 我们去中国的话 什么人脉都没有 我还是坚持这个梦想 一定要去 你喜欢中国人的啥 随意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在小卖店买东西了 几块钱付了 然后三块钱的零钱 扔给我了 这个人干嘛 在日本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小卖店的老板 特别开心的聊天 你是日本人吗 对对 所以我感受到了 中国人真的非常随意 每个人都有个性 每个人都不一样 日本没有 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统一的 没有人心外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的表情和态度 和私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都是演戏的 他出镜的有些衣服就是我们家的 上次在我们这买60块钱的衣服 然后手机里没钱 然后找他老婆要钱 不像人家就会自己下跟老婆说一下打钱过来给他 他还是比较真实的 就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 我感谢了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Junei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作为老公他是不及格的 他基本上家里什么都不管 经理全都在他的纪录片上了 其他的媒体从来没有拍过 我做方便 有期间的时候我也经常做方便 也不会经常做方便 自己都给我自信了 我在日本的时候经常做方便 因为中国没有我想要的调味料 对 都是你调味料的错 对 不是我的错 爸爸做什么呢 导演呀 导演的工作是干嘛呢 问你自己去喝喝玩吗 哈哈 你自己说的 我刚刚搬过来的时候也担心过 万一我的孩子上学的时候 被同学欺负啊什么的 因为有历史的原因 不要 这个七八年一次都没有被欺负过 南京人非常的友好 定居南京的八年里 主内亮说自己一直都在经历不温不火的状态 如今年过不惑 对于一夜爆红 内心却一直保持克制 我在日本的时候拍过各种各样的大大的片子 然后获奖过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然后到中国之后从零开始 然后到现在可以拍比较大型的节目 所以回到原来的位置而已 但也不得不承认我现在是我 我是网红人 但是网红是肯定是短暂的 就是今年的后半年 有可能会已经不缓了吧 这个无所谓 我只有感兴趣自己想拍的东西 我希望把真实的中国和正能量的信息 可以传达给日本人或者传达给海外吧 再短一点 再短一点 一句话 主内亮 这个名字包含了很多意义